董哥我要問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我們有一個一個 每一個縣市獎都稍微談了一下 林志堅我們時候還有一個篇幅可以講他 鄭文燦的部分 因為大家也把他視為是2024的雛軍 那這一次他的全台還跑到屏東去講 我們也是覺得說到底問你什麼事情 跑到屏東去你先過好你自己家 尤其在這段期間他自己家不是沒事 一下是桃園的超商店員被刺死的案件 一下是疫情又出現新的變化 結果你都不回房 最後你就放任火在燒 就變成今天這個局面 在鄭文燦的這個部分 他有沒有可能會影響到他2024呢 我覺得不會影響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波 你要是說很嚴格來講的話 燃利反正都不夠25% 那他們的影響力也被大家看破手腳了 台灣人民對於這種公投議題 就是冷漠嘛 那我不參與嘛 那如果一個政黨 請全力去動員都不到25% 就是說明了台灣未來公投已死 任何公投都沒有用 因為任何一個公投你要贏就是要超過25% 這已經非常非常低標了 那民進黨過去每天罵 公投是鳥籠公投 現在是變鐵籠公投 鳥籠你還可以把它掰開 鐵籠掰不開啊 現在是公投已死啊 以後在這裡都可以告訴所有老百姓 以後任何人辦的公投都不要去投票 因為不可能超過25%你都白投了 像我還跑回金門 機票來回就不少錢啊 然後投完票馬上就回來 沒有用啊 那我講喔 其實你可以看到很悲觀 但是 鄭文燦喔 其實本來就蔡英文最中意的人 那這次因為你辦一個全國性的公投 就給了賴清德喔 上下起手的機會 他美其名就說 那我要你黨部既然有要推四個不同意 我為了黨我就到處去跑嘛 所以他跑到金門跑到馬祖 因為反正他也不用花一毛錢 他可以飛機坐來坐去他也不用錢 對不對 副總統嘛 所有開銷完全不用 而且連紅綠燈都碰不到 都爽啊 那他借機把自己做大了 這是賴清德 那鄭文燦沒有這個本事啊 鄭文燦剛好在他的 這個桃園市裡面又發生了很多問題 但是我覺得喔 在台灣選舉有的那種改變是非常快的 大家想說桃園現在這樣 那他將來怎麼選總統 還早咧 選總統還早 還三年多咧 韓國瑜2018年 氣勢都忘啊 2020年 中間也不過差一年半 那個整個就沒有了 所以 台灣的選民在這種東西 他改變是非常快的 我覺得蔡英文自己也很清楚 那蔡英文現在自己大概也感到害怕 就是說 原來我 我隨便講個什麼 台灣老百姓都會胡同我 那如果這樣的話 我要拉鄭文燦 因為他絕對是極度討厭賴清德嘛 你賴清德跟我黨內出選 對我那麼不留情的批評 那我絕對不可能讓你當我的接班人 所以 能夠跟你 分庭抗禮的只有鄭文燦 雖然鄭文燦現在小小的吃虧 但是沒關係 因為人民都聽我的 我會給鄭文燦所有的機會 那他的機會是什麼 當然給他當行政院長嘛 可是不會在這個時候給啊 大家想說 為什麼不是這個時候給 因為 桃園不漂亮 全國也不漂亮嘛 那蘇貞昌很盡力 他在前台灣跑了七十幾場 賴清德106場 所以蘇貞昌也不會被換 蘇貞昌被換的時機是什麼 就是 縣市首長顯然嘛 顯然以後鄭文燦的任期也晚了 那 剛好明年這個時間 蘇貞昌可以好好部署 讓他女兒參選新北市長 那當然他們會在藍營裡面找矛盾 反正現在全國的縱使之地 就是侯友宜嘛 侯友宜身貌雖然很高 可是他們可以混沖藍營啊 混沖深藍啊 藍營呢 藍營本來就台灣最讓人看不起 最不爭氣的 打自己人最厲害的 內鬥內行 對內鬥內行嘛 對不對 他們看到這個打了 好下去打 不曉得那可 那就是立營裡面來混沖的一堆人 當天就已經在打啦 一開票局勢開始不太對勁之後 馬上就來啦 是啊 裡面那些打的多少是立營的狗 你不知道啊 立營的走狗啊 一定是嘛 因為他一定會混沖這樣 他們的網軍厲害就在這裡 那我覺得蘇貞昌覺得他女兒大有可為 他如果他女兒選上的話 那不得了 到時候人家就要蘇貞昌選總統 你把最大的 最強的侯友宜 最大的新北市 400多萬人口 都拿下來的話 那你女兒又當選了 那 那你為什麼不去選總統看看 對不對 你已經75歲了 快75 你為什麼不選 一直看看 所以我覺得蘇貞昌那時候雄心會再起啊 他比拜登年輕那麼多怕什麼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說台灣很多東西 就是看眼前的 每次我們一選舉結束 大家就說 欸 由這個票來看怎麼樣 這些票都沒有代表性了 我跟各位講 因為這一票不大40% 台灣的選舉 他會決定誰贏誰輸 那些人通通沒有出來投票 台灣的年輕人也沒有出來投票 年輕人都支持蔡英文 這次沒有出來投票 可是等民進黨選舉之後 他們又會出來 所以那個關鍵都在那些 可以捷徑誰輸贏的人 沒有出來投票的話 那這檔選舉 用公投的票來分析 將來選舉 選人選選縣市首長的那個 就沒有意義了 為什麼 因為那就是自己的人 被叫出來投票 然後發現他比較多一點 他比較少一點 那這些 連基本盤都撐不上 所以其實是沒什麼作用 那你看喔 鄭文燦這一次 對他來講 當然他有一個很大的受傷 在哪裡 他現在怕的就是說 如果 接替他來選桃園縣長的這個人 不管是鄭英鵬或誰 如果這個人漏選的話 大家會講 就是鄭文燦八年幹的不好 就是說 這樣會算在他身上嘛 爛攤子都給別人了 對 因為你不是五星級嗎 你五星級為什麼 弄到 桃園縣民 淵孫載道 因為 到了桃園市長來選舉的時候 投票率至少六成五到七成啦 那已經有代表性了 現在不到四成是沒有代表性 那那時候用這個代表性 就可以把鄭文燦嚇得半死 為什麼 如果桃園沒有 民進黨沒有在繼續執政的話 所有矛頭都會怪到鄭文燦 為什麼 因為其他縣市大概差別不太大 六都其他差別不太大 國民黨執政還是國民黨繼續執政 民進黨執政還是繼續民黨執政 只有桃園有可能變 那桃園一變的話 選舉一結束 馬上就在檢討桃園 檢討鄭文燦 檢討蔡英文對他這麼好 他既然把這個江山既然保不住 那他如果要去接行政院長 行政院長有很多資源可以讓他去選總統 那這一回人家內部自己就有意見了 說你桃園都做那麼爛 害我們鄭英鵬落選 你怎麼好意思接行政院長 對啊 這個也有道理啊 所以對鄭文燦來講的話 他這一言來勢必要去撒更多的錢 因為鄭文燦很會撒錢嘛 他的桃園擠債力那麼高嘛 所以他一定會用這個方式 那這個方式有沒有用呢 我覺得用途不大 因為他已經用了七年了 你再繼續用 也就是那麼回事 就是這邊撒病那邊撒銀兩 那到最後老百姓不一定會再買帳了 這一回的話我覺得民進黨 自己的受傷不會比國民黨還輕 尤其蔡英文積極要培養的鄭文燦 他沒有想到鄭文燦沒有扶持起來 反而讓賴清德逮到機會 上下起手前審跑逗逗 還跑到外島 讓賴清德借機來做大 對蔡英文來講他心裡未必很痛怪喔 謝謝 謝謝 謝謝